宗徒大事录 第28章 我们得救以后,那时才知道这岛名叫莫里达。 土人带我们非常友善,因为当时正在下雨,天又寒冷, 他们就升起一堆火来款待我们众人。 宝露拾了一捆柴放在火堆上。 有一条毒蛇,因热而出,缠住了他的手。 土人一见毒蛇在宝露手上悬着,就彼此说, 这人必定是个凶手,虽然他从海里得了救,天里仍不容他活着。 宝露竟把那毒蛇抖在火里,一点也没有受害。 他们等待宝露发肿,或者突然跌倒死去。 但等了好久,见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在他身上发生, 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有一块田园, 是岛上的首领,名叫波里约的。 他收留我们,款待了我们三天,很是厚道。 适逢波里约的父亲握病,患热病和利急, 宝露就到他那里,祈祷以后,给他副手,治好了他。 这样一来,岛上其余有病的人也都前来,也全被治好了。 他们处处表示十分尊敬我们, 当我们开船的时候,还给我们放上急需品。 有只用雕丝固理做标志的亚历山大里亚船, 在那岛上过冬,过了三个月,我们便乘这船航行。 我们在希腊古撒靠了岸,停留了三天, 从那里绕道前行,到了勒基庸, 过了一天吹起了南风, 次日我们就到了波提约里。 在那里,我们遇见了弟兄们, 他们请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天, 以后我们便往罗马去了。 弟兄们听到我们的消息后, 便从罗马来到阿批约市场和三馆迎接我们。 保路见了他们就感谢天主而获得勇气。 我们进了罗马,保路获准与看守他的士兵独居一处。 过了三天,保路便召集犹太人的首领, 带他们来齐了,就向他们说, 诸位人人弟兄,论到我,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或祖先规律的事, 却被锁压了,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案, 就想释放我,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只好向凯撒上诉,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人民。 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见面谈话, 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带上了这条锁链。 他们向他说, 我们没有从犹太接到关于你的书信, 弟兄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来报告或说你有什么不好。 不过,我们愿意从你本人听听你的意见, 因为关于这个教门, 我们知道他到处受人反对。 他们既与保路约定了日子, 就有更多的人到寓所来见他, 他就从早到晚给他们讲解, 为天主的国作证, 引征梅色法律和先知书, 劝导他们信服耶稣。 有的人因他所说的话而相信了, 有的却不相信, 他们彼此不合, 便散去了。 散去之前, 保路曾说了这段话, 圣神借伊撒伊亚先知向你们祖先说的正对。 他说, 你去对这民族说, 你们听是听, 但不了解, 看是看, 却不明白。 因为这民族的心迟钝, 耳朵难以听见, 他们闭了自己的眼睛, 免得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了解而悔改, 而要我医好他们。 所以, 你们要知道, 天主的这个救恩已送给了外邦人, 他们将要听从。 保路在自己令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 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 都非常自由, 没有人禁止。 谢谢大家。